不是我母親 我親眼覺得不是我母親 確實是我母親的鑰匙跟刺扣 但是我上去看了 首先我母親沒有綠色衣服 她上衣綠下褲綠 其次腳很粗 我母親腿非常細 在家中喝酒到睡著 晚上11點以後 到3點之間 睡著算是酗酒嗎 可能有人聞到我有酒氣 那我也沒有聽說有人來跟我講 不了了之連控告都沒有 連找我上警察局都沒有 現在我還想提告 你如果要提這件事情的話 憑什麼在路上說我吃霸王餐 我現在錢包拿出來 我不掀開 請問我沒有錢吃飯嗎 請問劇組我沒有錢吃飯嗎 警方我們水堆子派出所的警員同仁 到了我們家昂琴海我住戶的頂樓 然後再下來找我說 有一句女詩 上面有我母親的鑰匙跟磁扣 確實是我母親的鑰匙跟磁扣 但是我上去看了 首先我母親沒有綠色衣服 她上衣綠下褲綠 其次腳很粗 我母親腿非常細 請看我的腿 我母親是女生 比我腿還細 腳很大 皮膚粗糙 我不知道屍體會不會變皮膚粗糙 我比較不懂 還是屍斑 對 確認不是我母親 沒有 她確實兩三天找不到人 兩三天之前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也許我會跟我的親戚朋友講 一兩個月之前 不能叫爭執喔 叫做意見不同 家事 就是比方說 我比較愛整潔 那我的房間是我自己處理 那我母親有的時候處方什麼的 其實我自己都可以洗碗 我講家長一點好嗎 我自己可以洗碗打掃 但是因為我工作比較累 所以我母親都習慣單了 但是對我來說 衛生條件不夠 那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不好 因為應該請印尼朋友 或者是菲律賓朋友之類的來 但是目前沒有辦法 所以會有一些意見上的不合 看到照片 喔 看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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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嚇到 因為警員有把頭髮掀開 一瞬間 然後我嚇到 我覺得不是 頭髮長度是 完全不像 頭髮長度是 沒有說 他們說昨天去板橋 見識 那前天就已經問我了 我說既然這不是我母親 為什麼我要去 他們的回答 他們的回答是 不強迫 對 因為對我來說 怎麼有強迫這件事情呢 又不是我母親 表妹覺得什麼事 表妹因為其實不是學員關係 然後多年沒見 就我所知應該有五年七年之類了 不是 欸 法定上我不確定 因為不同姓 我的家人 我母親的家人跟她不同姓 我的家人 我也不信她 我是在中華民國信她 我的法定名字 事實上是泰國古招上的名字 作證就是我再確認一次說那不是我母親 我覺得是這個意思 嗯 她只有要我同意說 如果最後沒有家屬出來的話 就會變成殯葬業者處理 那要我同意 對我來說也很奇怪 因為我怎麼會同意這種事情呢 因為那不是我的家屬啊 同意 對 因為法律是這樣嘛 那同意我就同意啊 有 但忘了帶來 在水堆子派出所 給我的 然後我放在我的背包裡 昨天背著今天沒背我就忘了 其實我應該把它摺摺放在我的 對口袋裡 對對對 有 所以我剛剛有問檢察官說 可以問本案以外的相關問題嗎 他就說可以 所以我就問說 中華民國市多久 15可以報失蹤人口 他說要請問警員 會有打算報案 報到要失蹤嗎 我不想大盡銷管 如果你說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就有問題了 三個禮拜就很擔心了 那過三個禮拜後會報警嗎 嗯 如果妳這樣說的話 我就一個月看看好了 對 因為我還有 我母親還是有很多的家屬 不會 我沒有停擺 我一直都在工作 沒有酗酒 在好 不要用中華民國這麼嚴肅的詞 台灣人 在家中喝酒到睡著 晚上11點以後 到3點之間 睡著算是酗酒嗎 算喔 不算嗎 工作的時候沒有喝酒算酗酒嗎 可能有人聞到我有酒氣 警方來我家樓上的 幾天沒見到嗎 你要這樣問 我只能告訴你 我記得是警員來前一天半 那你一開始發現媽媽沒有回家的時候沒有一點緊張嗎 有 有人在街上攔我 有 你這麼說我記得了 不了了之啊 不了了之 連控告都沒有喔 連找我上警察局都沒有喔 現在我還想提告喔 你如果要提這件事情的話 憑什麼在路上說我吃霸王餐 我現在錢包拿出來 我不掀開 請問我沒有錢吃飯嗎 請問劇組我沒有錢吃飯嗎 怎麼會吃霸王餐這件事情 我非常守禮貌耶 有一個月吧 有有 我負擔 因為台灣的劇組片酬都給的有點慢 照理來說片酬到位我已經交放住了 我覺得沒問題 如果沒有人製造問題就沒有問題 不能問我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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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鼻子